远处的话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但是边上的话也有这种连绵不绝的丘陵 OK 这里还有举重的练习的 我们现在这里短暂的停留 一个小酒店 看一下这附近的丘陵 我们已经穿过了那一片非洲大草原吧 这里这个酒店给大家看一下 修的还不错吧 他们的一个领导住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短暂停留一下 合个饮然后继续出发 这个到底是什么果啊 红的这么多 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啊 有没有知道的 这边大部分都是这种比较矮小的刮木虫 这边就是正宗的茅草了 大炮 终于看到骆驼了 前面也有好多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看一下也已经很偏远了 但是之前都是用水箱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水屋 听他们说这边的话雨季也没多少雨水 因为比较远了 信号的话也很比较弱 之前好长一段距离没有信号的 但是这里有个信号塔 所以说现在的话信号就比较强 远处的话看一下 就像刚刚说的那种丘陵 很像我们四川的那种丘陵地带的 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这种大草原 有的像有一些这种灌木 有的就比较少一点 来的路上还有很多地方 有人开垦的 也是像平原的那样 有那些拖垃圾栈 一般地种植的 这边的话就是真正的贫穷了 很多住宿的就是那种茅草屋了 有个圆幅的 刚刚也拍了几个景 这里面都是步行出来的 很少有坐摩托车的 所以说出来进去的话 也要耗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一路走过来 像这种羊群啊牛群还见到不少 他们这边养这个的话 规模机油相对比较大一点 这里估计也有好几十只啦 问一下多少钱 会不会便宜很多 这边确实水源比较缺 这个放羊的 就这样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放进去 喝水的 这里就停在外面 这里的羊确实比我们那边要便宜一点 像这种大羊的话才20万 小的可能就五六万六七万 这个就是这一片 UCC的一个大佬吧 昨天也一起的 对于一些损坏的 他们还有一点 也会赠送给他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这些 产品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 反正送的也不少的 全部是免费发放的 估计后面还会陆续陆续的 继续送到这边呢 这里这个水源 也是那个水箱上面露出来的 他们也会拿着这个水喝的 今天是他们当地的赶集的日子 所以说很多人都比较忙 暂时没有多少人拿鸡过来修的 可能我们就多等一会儿了 说实话 像非洲的话 可能很多人也停留在 初中的地理课本上面 说什么大概的 这个地主赤道线 气候炎热 然后沙漠也比较多啊 反正大概的这个基本情况 但是实际上面 身处在这边的话 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今天的话 我没看见什么大型猛兽 像狮子啊 大象啊 废废之类的 估计这一片没有 有机会的话 我们放到那儿 可以去拍一下 反正今天带出来的话 还是跟之前的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好了 后面的话 再给大家找一点 当地的一些特色去拍一下 或者是等一下去拍一下 他们感激的 即是怎样啊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